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是什麽?是否在日常生活有實際作用?能在現實生活中使用嗎? 批判性思考是只能夠分析,評估和合理推理事物的能力,而不是盲目接受信息或觀點,它是通過懷疑、提出問題、挑戰假設和尋找證據來進行思考的一種方法。 在日常生活中,批判性思考有許多實際作用。以下是兩個例子,一購物決策。當你在購買某種商品或服務時,批判性思考能幫助你做出更明智的決定。 例如,當你看到一則廣告聲稱某個產品可以解決你的問題時,你可以開始懷疑這個聲稱是否真實, 並尋找相關的證據和客戶評論來支持或反駁者的聲稱。 透過批判性思考,你可以避免被虛假宣傳所影響,做出更明智的購買決定。 2. 社交媒體使用。在社交媒體上閱讀新聞和觀點時,批判性思考是非常重要的。 許多時候,人們會分享不經核實的消息具有偏見的觀點。 透過批判性思考,你可以學會對這些信息進行評估。 懷疑其來源和真實性,並尋找更多的資訊來做出自己的判斷。 這樣可以避免在社交媒體上被誤到或受到不良影響,並且有助於保持理性和客觀的態度。 如果對方的觀點是此事而非,由以偷緩概念,又用大量假訊息。 在此情況下,批判性思考能否拆穿對方的虛假伎倆嗎? 是的,批判性思考可以幫助你拆穿對方的虛假伎倆。 即使對方使用了此事而非,偷緩概念和大量假訊息。 識別此事而非。 當對方提出的觀點似是而非是,批判性思考能夠幫助你辨識其中的漏洞和不一節之處。 你可以透過提出質疑,要求更多證據或邏輯之詞來檢視其觀點的合理性。 揭露偷緩概念。 當對方試圖偷緩概念時,批判性思考能夠幫助你清楚地識別出來,並指出這種詭辯手法。 你可以要求對方回到核心議題上,並避免被其轉移注意力。 辨認假訊息,對於大量的假訊息、批判性思考能夠幫助你辨認其真偽。 你可以進行事實查核。 尋找可靠的資料來核實對方提出的訊息,並指出其中的錯誤和誤到性。 透過批判性思考,你可以保持理性和客觀的態度, 並在辯論中更有效地反駁對方的虛假伎倆,從而維護事實和真相。 好了,這條片到此為止,下星期再見。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,如喜歡此影片,請免費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及傳閱。謝謝你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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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